记者蔡璋盛竹市报道,新竹市荔枝继农特产品推广系列活动上午在十八尖山热闹举办,与两千民众热情参与。 市长林志坚表示,今年荔枝观光果园开放六处,即日起邀请全国民众来新竹体验才过去,更加认识新竹市在地农业。 副市长沈慧虹说,荔枝产期从南部与荷包开始,中部的黑夜荔枝,到新竹市香山成为全台产地最北,产期最晚的终点站。 吃到了新竹市荔枝,代表荔枝的产期即将结束,他呼吁喜爱吃荔枝的民众赶快来新竹品尝味美多汁的荔枝,一起用行动支持在地下农。 产业发展处吴甲天处长表示,荔枝果树生命期长,中国甚至有千年荔枝树还有结果能力。 或许大家还不知道,全台荔枝品种的母猪就来自新竹市,竹市最老荔枝树在香山南矮,有多颗果树年龄超过百年以上。 据传戏果园主人的祖父由中国迁居来台所种植,栽培传承已超过五代,可以说是台湾荔枝的故乡。 加上竹市是全台产地最北,产期最晚,如果喜爱吃荔枝的民众,错过其他县市的盛产期,来新竹市就对了。 新竹市农会陈全桂理事长说,竹市生产的荔枝主要有黑叶,糯米,桂味三种,其中以黑叶荔枝为大宗,黑叶荔枝生产在玉盒包之后,果肉结实,甜中带点微酸,糯米荔枝与黑叶约同时上市,肉质润滑,细合。 它的果肉,吃起来很甜之外,还有一种像糯米一样QQ的感觉,顾名糯米荔枝,桂味荔枝是荔枝产销班班长王明元及少数班员特有产物,生长纪约在荔枝产季末期,果味带点桂花味,顾名桂味荔枝,一时新竹市独具风味的农产品。 产发处表示,今年全市荔枝价格平稳,荔枝的美味让人难以抗拒,请爱吃又想吃荔枝的市民以行动支持并力挺在地农业。 新竹市农会辅导六处荔枝观光果园今夕陆续开放,产期约二到三个星期左右,生产地点位于中华大学,玄壮大学附近,青草湖附近,沿途并插有旗帜, 民众可言指示开车前往,和家前往荔枝园共享采果乐趣。 因每处果园状况不一样,建议先电话询问后再前往。 电话,农会推广部03-5385254,03-5386143×500,荔枝班王班长0919969898。